同學們好,我是仁和老師 我在居降電腦擔任工業設計老師 最主要授課的科目是 AutoCam 沙滴沃 以及婆E 我們這門課程是沙滴沃 基礎入門篇 這個圖形 是以沙滴沃的零件做建立的 沙滴沃的零件建立 它是以3D的圖形來做建立 3D的圖形建立 才能做3D列印的部分 我們將單一個零件建立出來 再做組件 那這個尺寸 目前我們建立的尺寸是10 接下來老師先將它關閉 目前這個圖形就是組合圖 將零件組裝在一起 剛才我們繪製的6號零件在這裡 它組裝的位置 做完組合圖之後 我們可以做爆炸圖 點兩下之後 它變成爆炸圖 組裝回來 接下來老師再將它做關閉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叫做工程圖 在工程圖裡面擺設的爆炸圖 擺設的主力圖 各個零件圖 沙滴沃在建模它是以參數式的方式在做建模 參數式的意思也就是 也就是用數值來控制圖形的變化 而且它的工程圖 組合鍵 零件圖 都有相關聯 我們做一個假設 假設這個厚度時要更改為5的厚度 點兩下 更改為5 按一下再深 這個厚度變成5 包含它擺設的3D也會變成5 那我們看一下在這裡的主力圖 在這裡一樣會變成5 或者在爆炸圖底下 這裡也會變成5 甚至我們再重新開啟 剛才的零件 6 開啟 這裡的厚度已經變成了5 開啟 主力圖 這裡的厚度 也會變成5 學沙滴沃除了它是參數式的好處之外 它內建 也有非常完整的工具 也有非常完整的工具 裡面包含了鋼結構 板金之類的工具 都是以內建的方式來做呈現 以及沙滴沃在建立工程圖 也是非常便利的 這門課的教學重點 1 沙滴沃建立零件 畫出3D的零件 2 沙滴沃建立組合件 也就是把畫好的零件 組裝在一起 3 沙滴沃建立工程圖 將我們畫好的零件 或者是組合件 轉成工程圖 上完這堂課 你將學會 應手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就進入 沙滴沃基礎入門篇的課程 我們就進入 沙滴沃建立工程圖 沙滴沃建立工程圖 我們就進入 沙滴沃建立工程圖 沙滴沃建立工程圖